例如啊 哪一個部分違反 這關的規定有人說可能會違反勞基法 例如 就是勞動部 例如啊 哪一個部分違反 就是說可能如果請假或者是說有這個所謂的懲處這件事情 喔 想請教一下大家 勞基法是不是規定我們員工可能一年內我們的特休可能大概是有七天 那請教一下如果勞基法這樣的規定超過七天的同仁 他還可以領薪水嗎 市價應該是沒有辦法領的 並價是領半薪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呢 在立法院是沒有額外再規定立法院的助理的 這些我們講說出權行的認識考勤的辦法 那所以立法院指說 以勞基法為主 那委員的辦公室可以自行來訂定優於勞基法都是可以的 所以在這部分呢 我們並沒有違反勞基法 那我想這個部分可能又是網路上面的一些遺而傳而 而且我也要跟大家講 如果今天這個助理呢 他可以無限期的請假或者無限期的遲到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如果都沒有任何辦公室內部的管理 大家想這樣是一個正確的情況嗎 難道立法院的國會助理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沒有任何管理的方法嗎 所以我想請大家不要再遺而傳而了 謝謝 謝謝